系列广播剧 刑警803 神探抓小偷 第三集 以蛇出动 黑桃武在一家宾馆的浴室里 找到了他的师父 洪桃S 当晚就在小旅馆里住了下来 第二天早上 一阵门铃声把他们吵醒 谁啊 送开水的 放在门口吧 好好 哎呀 那么早就来救 哎呀 不好 师父 师父 醒醒啊 我们睡过头了 师父 快醒醒啊 几点了 已经九点半了 还早呢 睡吧 哎呀 师父 你忘了 忘什么了 昨天晚上姑奶奶不是要我们八点碰头的吗 忘了就忘了吧 还有 大怪叔叔约我们避风堂喝早茶的 什么没有吃过 有什么好吃的 看起来师父害怕大怪叔叔啊 大怪叔叔是天下第一神通 师父是天下第二神通 谁说的 把手机打开 哦 是 师父 不能找他人致气灭师父威风啊 呃 我刚才讲错了 师父是天下第一神通 大怪叔叔是天下第二神通 第一神通 嗯 害怕第二神通 嗯 害怕第二神通 什么 我怕他 我谁都不怕 喂 是姑奶奶啊 嗯 我师父在 在小旅馆 师父 姑奶奶叫你听听话 嗯 嗯 姑奶奶 对不起 睡过头了 雅硕又发火了吧 嘿嘿 怎么会啊 你是雅硕的心头肉 嗯 打了 打了 我离开枪 嗯 哎 龙头爷子 你这个小子这两天 可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啊 我发焦白板的 你为他们打抱不平 替他们电子交货 我打不守规矩的 你请他们上饭馆 请客喝酒 你他妈的和我作对 是不是啊 啊 现在你倒好 带头违规 该报到的时候 不闹 闹特殊是不是 你可别忘了啊 四年前要是没有雅足 你早就饿死在火车站了 你别他妈的忘恩负义 雅硕我要是发起火来 照样废了你 听着 我可以再培养几个神童 懂了 哎哎哎 你再听了啊 变雅巴了 怎么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线呢 哎呀 雅塑 你放心 今天我给你多弄点钱来 就是了 红桃S 你是雅塑姑奶奶的心肝宝贝 雅塑骂你两句嘛 你也不要放在心上 啊 打是疼骂是爱 哎 手里钞票还有没有啊 还有 姑奶奶 哦好好好 那那就赶回去上班吧 蒸汽点哦 别再惹雅塑丧气了 好的 姑奶奶 哎还有还有 带好黑桃屋听见没有 哦知道 下午六点半啊 一定要打开手机 我告诉你交货的地点 知道了 再见 哎 烦死了 黑桃屋 走 到哪里去啊 到金安寺 避风堂 现在已经几点了 快要十点钟了 大冠叔叔早就等不及 走了吧 走就走 他走他的 我走我的 我请你吃早点 不是早点 是中饭啦 早点中饭 都是填饱肚子的 我们走 在避风堂里 诸葛平 我需要多吃早点 不能吃早点 就这么做 在明天 是 红 这是 正 要 过 努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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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了啊 这叫依靠群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雅速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谁啊? 这安徽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帮你把红桃S 帮你把红桃S保出来 行吗? 你想请谁啊? 我楼下的热心阿姨啊 行!只要她保得出来就行 我楼下的阿姨啊是警署署长的夫人啊 就是你十个万省她也保得出来 署长夫人? 那就是个警嫂了 不行啊 那你另外找人吧 等等等等等等 这越是危险的地方就越保险了 你讲什么? 没没什么 我是说行 行 那这样好不好 我给你四千块钱 你们两个分起来也方便一点嘛 还是老规矩 我先给你两千 好吧 好的 还有两千 一手交人 一手交钱啊 好 于府美到少年儿童保护中心领人 丁小军伴走出租司机接应 红桃S出来 外甥 我的小外甥 红桃S 姑奶奶在这儿 来来来来 你啊 把你的外甥带回去好好教育教育啊 好好好 一定一定 小外甥 咱们走吧 出租车 快进去 放心 红桃S 快 快坐进去 请问去哪儿 往前开 小转弯 司机 就在前面 考边停下 来了 对 一手交人 当然一手交钱了 这里是两千 你说说 好好好 正好 正好 你进去吧 快点离开 红桃S 我的小宝贝啊 你这急死你姑奶奶了 姑奶奶 急什么呢 老吃老做的 没关系的 上高价 转外还线 好嘞 红桃B 你们都来了 雅速 该来的都来了 吃饱了吗 吃饱了 喝足了 喝足了 你们说 雅速我带你们好不好 好 那行 现在交货 雅速 货我已经带你收了 带我收了 这里有清单 皮夹子十六支 现金一万二千五百六十三元 手机八部 好 喂 好 开门吧 姑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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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桃S 黑桃五 你们总算回来了 奶奶 奶奶 不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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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们 别叫 别叫 不许叫 把这两只黑手 靠起来 大灰叔叔 千万 我们都是自己人 为什么要靠 我雅速和姑奶奶 黑桃五 告诉你吧 我是刑警八零三 我不是神偷 我是神探 神探 记住了 神偷永远 斗不过神探 嗯 黑桃五 我说你们都还小 要痛改前非 重新做人 而教唆你们犯罪的 幕后黑手 他们永远逃不过 警察的眼睛 必定要受到 法律的严惩 不过神探 不过神探